首先,謝謝方家華舉辦這次不有意思的論壇 黑KH說不說了,知道時間不多 大家知道我和另一位實際學者提出了實際學者方案 實際學者方案,基本上我們有幾個大的重點 重點包括在第一個階段,公民推薦的階段 這反為我們覺得在今天的討會裏面 第二節討論到提委會的所謂如何以民主程序提名 以這一點來說,是徹合這方面的 因為我們看回民主程序來說 其實其中很重要的一點,不是說小數和多數 而民主程序很著重的是市民的參與 公民的參與,透明度、公平、公正 所以在這樣的基礎之下,有一個公民推薦的程序 並非去取代或者削弱提委會的實質提名權 反為是令到他們更加可以恰當地 用一個民主程序去進行提名 因為在這個階段可以看到市民的參與 他們有十萬個人可以推薦一個人出來 讓提委會去考慮 當然我們另外也有提及到 第二點,我們就覺得很重要的 就是要維持目前百分之一的提名委員會 提名門檻,即所謂的巡集門檻 不可以高出過往那麼多屆的選委會的安排 這點我們覺得很重要 就因為《基本法》四十五條 講到提委會的角色是提名 不是做預選,不是做篩選,不是去做選舉 這點我都覺得和今天第一個環節的議題 也是一個很重要的一點,我想提出 因為這個議題就講到 如何令到齊委會民主化 所以如何民主化這個提委會 當然我們第三點 我們也有建設令到他的民意基礎要擴大 但是怎樣也好 其實那個施錦橋的重點 不是讓所謂的提委會民主化 以至取代了他的提名的角色 就算讓你設計到一個提委會的民主化 基本上是很民主的選舉 選舉提委會的情況 都不可以接受一個高門難的篩選 譬如就算幾天幾天都好 如果你說是由提委會過滿數的人 可以去決定到誰可以出責成為候選人 這個是違反《基本法》四十五條規定 因為你是把他的提名的功能 演變成一個篩選的取代功能 也就算你是很民主化也好 如果你是給他過半數的人 可以決定哪個人可以出來給香港市民選 那必然產生 就是聚焦在某一種政治剛好的人 才可以去參選 這幾天都違背了一直在說均衡參與 這些我也想說 在均衡參與的基礎 其實你經常都說 政府也說 中央政府也說 中央學者也說均衡參與 甚麼叫均衡參與 均衡參與 均衡參與就是 表示你不同政見的人 他都可以有這樣的機會去參與這個特首選舉 只需要他有一定的實力 有一定的民意支持 他就可以去參選 不會他的參選權 不會受到不合理的限制 這個也是一個國際的標準 也都是我知道 林政司司長也強調 他覺得最重要是測試 最後你整個提名的機制 你會不會構成一個人的參選權 不合理的限制 所以在這樣的基礎之下 其實我們不可以把提名門檻設得太高 基本上過往的百分之一 是非常高的門檻 也不容易達到的門檻 但始終運作五當界 我們都接受 都可以知道 不會造成一個篩選的結果 或是一個合理的結果 這是我們第三點 當然我們第三點 就是要擴大提議會的選民基礎 但在這點來說 當然有朋友會質疑我們 18學的方案 為何好像沒有很具體的建議 如何去擴大提議會的選民基礎 因為我們只不過提出一個很方向性的 就說要擴大選民基礎 重點不是人數 而是選民基礎 多代表成 人數保持1,000人沒有問題 你說多一點也問題不是很大 但是那個不是重點 而是重點就是 如何推進1,000人 1,600人的提議會 選民基礎是可以得到擴大 我們有提過一個很簡單的做法 就是將而有的公司的團體票 去選化為個人票 但為何我們不是很著墨 說究竟實際上是怎樣呢 很坦白說 其實坊間我看到 黃明明教授 他有提到一些建議 其他人經常都有建議 其實這些坊間說的建議等等 我們其實沒有反對 因為我們看到他的建議方向 都是可以做到擴大提議會的選民基礎 這是有利民主化好的一件事 所以任何這些方案 基本上我們是無疑 只需要社會有共識 當然我們都看到 在實際上有一個困難 就是因為我最終 中央警告後 特別警告後 他都是說要用回 人大常委會之前的說法 要參照這個四大界別的組成 我們會看到一個現實 如果你要參照它 你跟回燃油那裏 你要去踢走某些燃油的組別 用另一些組別去取代 是會產到一些所謂既得利益的情況 其實可能是不容易去做的 或者有些提議 必顧到之前有一個比較大量的選舉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在一個時間的資源方面 究竟大家願意去做呢 這個我們覺得是 我們其中看到一個可能性的問題 我們反而覺得重點就是 切住希望的共識就是 最後的共識 就是不會讓提名委員會 可以做到篩選 去設一個不合理的限制 限制人的參選團 那個共識就是 最後那個提名門檻 出責門檻 不可以超過目前的1% 我想我在這裏就停在這裏